国民党123周年党庆表扬大会上 参与的党员十分踊跃 许多位现议员亲自到场祝贺 各界嘉宾云集 现场安排乐团演唱 整场气氛充满温馨与热闹 那今天是党的一个庆祝活动 所以来到我们13乡镇的这些 所有的党员大概有400多个 你看把整个我们的礼堂都挤爆了 所以今天看了这些 广州这些温暖所谎也很高兴 很多这些自身党员 都在努力为我们这个中国国民党 来一起来奋斗 在这些自身党员的带领传承之下 才有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先议员简锦贤说 有三位自身党员超过70年以上的党龄 难能可贵 曾正言议员则说 国民党的特色是认真打拼 但是不会行销 今天我们最难能可贵 有三位 是我们当年超过70年 老前辈 一直为党打拼下来的 真正历史的分析 国民党的特色就是说 人人打拼用心他人做 但是国民党不要行销 不要包装 所以这点比较就较较 所以说国民党其实是一个选举 选举 要更多的定人再三选举 与周中及史清水议员都表示 万习国民党这届失去政权 并表达对新政府最近失策连连的感慨 今天是我们来做年轻 目前的感慨 我们所有国民党的党员跟我同样 心情都很丁重 因为我们这次来失去政权 看到民进党接政后 政策连连 我希望我们党员还是要团结起来 看到现在的政府 在政策方面都很多的错误 所以我们国民党更要团结加油 林芳宇议员期许国民党能赢得下次的执政权 党的经营是需要靠大家的 也希望说年轻的这些心血注入 让党的能够延续 也希望说国民党 能够在下一次的大选当中 能够赢回我们的执政权 表扬大会上有主委洪荣章 颁受党政给新入党的党员 象征星火相传生生不息 记者邱文睿王水仙南投市采访报道 稍微转发了